那今天的详细天气状况到底如何呢 我们的气象主播郁文他现在人已经走在户外了 看起来雨好像跟我今天清晨出门的时候相比小一些些咯 最新的天气状况赶快把时间交给郁文 嗨 远传人大家早安 早上7点23分 今天气象最前线一样来到了外景现场 我现在觉得真的好冷哦 尤其受到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 今天最低温一样出现在嘉义只有12点7度哦 在这样的天气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多穿一点点 尤其在这种冷嗖嗖的天气啊 我们真的想要多吃一点呢 因为真的好冷哦 可是在演艺圈当中啊 你是绝对不容许发胖的 尤其像是现在发唱片的周杰伦 以及呢是前一阵子都有分别开演唱会的 吴克群啊还有林俊杰 你看看演艺圈的这些人呢 他们平常都是会好好的练身材 一样是露出他们猛男般的身材 而今天气象最前线呢 也是邀请到了在演艺圈呢 是以跳舞著名的Lolipop F 但是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可不一样哦 因为他不但呢是跳舞非常厉害 更是有野兽般形男丰号的艺人阿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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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清早就加入我们气象最前线 早起的感觉如何 有哦 非常的开心 对 然后今天天气也是非常寒冷 对 你早上有没有觉得真的是冷到不行 最近有没有因为一些寒冷啊 而特别去做一些什么健身啊 有 我今天为了要特别来参加这个Live呢 我前一天晚上已经准备好健身了 而且呢 今天呢运人跟我讲说要穿无袖 所以我感觉这个气温非常的寒冷 但是呢 在这边呢 我觉得早上起来呢 还是建议大家做一些运动 就可以让自己身体比较暖和一点 其实呢 昨天跟阿伟说要穿无袖呢 真的只是为了要露出他的好身材 我也真的是开玩笑 不过 不过一大早他就已经拒绝我们 因为外面真的是太冷了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八点等一下气象 我们再来看看他愿不愿意露出他的好身材 不过在那之前 我们先来请教一下阿伟 像是艺人朋友嘛 在平常早上的时候 有没有需要特别做什么样的健身活动 来让自己的身材维持比较好 其实我通常在早上起来的时候 会先喝一杯水 让自己身体的代谢好一点 然后再加上我会在家里的时候自己跳绳 或是做福利挺身 跳绳或福利挺身 那你可不可以现场示范一下 你平常私底下在家里的样子呢 不行 除非现场我跳绳 要是否出来我是不会的做 你只要问就对了 因为我们现场刚好 就中了一个跳绳 可是那这个跳绳很不一样 其实是阿伟借我的啦 那跳绳到底有什么厉害之处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可以看看这跳绳不是一般的跳绳 我这边也不是在购物 所以这个跳绳基本上是用水管做出来的跳绳 有什么样的功效吗 对 因为它的重量会比一般跳绳来得重 所以它训练起来会比一般跳绳 更容易燃烧你的体脂肪两倍以上 所以对艺人朋友来说呢 其实你们的运动会比一般朋友在运动的时候加重一下 对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所以尽量要保持有效的时间 里面做出最大的就是燃烧体脂肪 有没有 这样跳起来 诶 蛮轻松的诶 是不是很酷 诶 掉了 立刻就失败 你一般会跳几下 基本上我觉得跳绳最起码要在15分钟以上 才能燃烧你的体脂肪 所以呢一般来说其实早上健身的时候也推荐大家 特别是在冬天啊 健身的时候最早都要超过15分钟 对对对 15分钟 大家现在也要来试一下你的水管型的跳 你要跳进来吗 我不行跳出来啊 怎么跳进来 让我试试看 因为阿慧跳起来这也蛮轻松的 所以阿慧跳起来吃饭 早上的时候要留在自己的身体 可是我跳起来有一点点吃力 大家就是这样差不多运动15分钟 诶 不错诶 好棒哦 我还要试试我现在身体已经满起来 因为天真的好冷 很适合大家早上起来做运动哦 不过在这样湿湿楼冷的天气啊 相信很多人都有一点满意 是 但是不要担心 因为呢明天就会有好运气哦 想过来看一下鞋里面是重点的 现在我们知道 年轻人的第一个是在家里面 职业心中的冬天 不过呢 要建议大家要 比阿慧跳起来都稍稍冷 不过阿慧 唉唉唉唉 天气气真的很冷 你有没有建议大家穿什么样的衣服 哦 尽量可以穿一些保暖的 而且里面呢 可以穿一些棉的衣服 棉的衣服 尽量不要逞强只穿一件无袖 没有啦 无袖这个是为了要让你 是不是穿一些好身材 那我们快继续来看看 今天的天气重点哦 其实刚好提到 明天西半部地区 都可以看到阳光露脸咯 不过这样的好天气呢 有机会会持续到这个周末假期 那么再来看看今天的卫星云图 你可以看到高压系统呢 现在还是在大陆的东北方 因此今天一整天都还是影响台湾 台湾一天都还是冷稠稠的感觉 不过呢 今天北部和东半部 都还是会有转战降雨的情形哦 明明开始西半部地区 就可以阳光露脸 但是啊 看到在人那一天 明天就会好天气哦 最后来看看 今天北中南东的温度变化 其实今天北部还是冷稠稠的 只有14度而已 中部跟南部啊 却要提醒大家 日夜温差非常大 现在感觉还是冷稠稠 但是到了中午 都有机会来到24到27度 最后来看看东半部的天气哦 东半部今天的温度是14到24度 晚上的时候呢还是会买凉的 特别是今天宜兰花莲 还有基隆北海岸都还是容易下雨哦 今天下雨机会还是来到70% 那么看完今天的天气呢 相信大家都应该很期待 明天就可以见到冬天的阳光 不过呢我们要来预告一下 等一下8点10分的气象连线呢 阿伟呢 他将会来一起跟我播出气象哦 你会不会很紧张 我非常紧张也非常期待 对 因为我平常一直有看你就是在主播 就是气象这方面 从一开始会吃螺丝 到现在讲得很顺 所以我想我应该也有一点 有一点经验 没错 看他现在开始已经很紧张了 而且你知道你是第一位 首次要一起连线户外的艺人哦 不是第一位吗 Oh my god 非常荣幸 好了我们先给阿伟一点时间准备 等于下期锁定了我们气象再接线哦 接着把时间再还给连线 谢谢郁文跟阿伟哦 哇阿伟待会要挑战播气象哦 持续锁定了 看看他跟郁文两个双主播播气象会是什么样子 而接下来我们 好的确今天早上出门觉得天气好像湿湿冷冷的 那现在呢我们的气象主播郁文 他人已经前进校园了 看外面的样子好像风也是蛮大的 雨好像也是湿湿的 那么到底今天天气状况如何 是不是该穿厚一点出门呢 马上请着郁文来告诉大家吧 郁文早安 嗨 惠妮大家早安 早上8点17分 现在真的觉得好冷哦 今天气象最前线一样是来到了外景现场 那么今天呢 其实感受好像又比昨天更冷一点点 而事实上呢 嘉义正是受到浮射冷却效应的影响 比昨天还要更冷哦 在清晨最低温只有12.7度 所以这样的天气呢 真的很想要让人好好的大吃一顿来补充热量 可是要注意了哦 在冬天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维持一下身材 所以呢我们今天气象最前线 就请到了在演艺圈呢 很会维持身材 又很会跳舞的偶像天团 Lolipop F 而且今天邀请到的这个大来宾呢 他在里面则是拥有野兽派型男的封号 欢迎阿伟 1 2 3 Go 嗨 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阿伟 如果大家有刚才看的话 应该看不出来我在里面哪里吧 因为我的衣服已经跟他们揉为一体了 完全就是跟这些国中高中的同学融合在一起 但是呢我想要先问一下大家 大家觉得今天冷不冷啊 好冷 真的 现在感受真的觉得冷嗖嗖的 好 赶快请大家去做一下暖身操咯 好 那接下来呢就谢谢大家 那么想要问一下阿伟啊 看在这么冷嗖嗖的冬天的早晨 你早上起来的时候 会不会做一些什么样特别的暖身呢 基本上如果天气这么冷 我早上脚就穿多一点 然后穿一件外套 然后先看一下年代的主播 然后看日文播报气象 看一下今天的气温怎么样 那看完这气象吃完早餐 我就会开始运动了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大家 你私底下都是怎么样做运动的呢 可不可以公布一下 你怎么样去养成你的肌肉猛男的成熟 是的 没错 每天要吃非常多蛋白质 重点还是要跳绳 怎么样跳绳 可不可以示范给大家一下 怎么样跳绳 就是跳绳啊 因为现场没有跳绳嘛 你不要这么说 我们现场就是准备好了跳绳 可是呢这个跳绳非常特别 尤其是阿伟借我的 到底这个跳绳啊 它为什么是水管的样子啊 因为这是用水管做的 所以它的重量比一般的跳绳还要重 还有这个把柄呢 都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加工过 就是让你训练起来跟一般的跳绳 可能 呃 可能 呃 训练的程度是两倍以上 所以一般的跳绳跳15分钟 我这个 8分钟 哦 真的哦 是不是很厉害 而且跳起来 它难度在哪里呢 难度它是比较重啊 所以你等于是全身在跳的时候 会比较辛苦 比较累 那你可不可以示范一下呢 不行 因为我不是那么容易随便示范跳绳的人 但是却示范了起来 那你大家也刚刚也提到了 其实要建议大家在冬天跳绳的时候 还有在做一些暖身操的时候 最好呢 都要比夏天延长你这个热身的时间 要超过至少15分钟以上哦 那我们这样讲越久 我们就干脆让他们一直跳好了 好啦 你可以停了 谢谢 不行 我一跳就没办法停止了 好 那么在我暴气象的同时呢 那你就继续在旁边跳好了 首先现在请大家看一下 今天的天气重点吧 其实今天呢 北部和东半部还是会持续性的下雨哦 所以请大家外出的时候 还是细带一把雨伞 不过对中南部的观众朋友们呢 其实昨天就开始放晴了 但是今天一样 日夜温差相当的大哦 会有差到12度之多 所以今天早上起来还觉得冷嗖嗖的 不过今天高温都会恢复到 24到27度左右 那么要提醒大家呢 也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就是呢 西半部地区明天开始阳光就会露脸啦 所以大家等待这个冬天的阳光 再等一天啦 赶快再来看看今天的卫星云图吧 我们可以看到高压系统呢 现在就是在大陆的东北方 因此我们今天还是受到它的影响 都是冷嗖嗖的感受 现在的温度啊 差不多也都只有14到17度而已 所以大家早上起来的时候呢 真的要动一下 小心不要冷到了 那么明天呢就会放行 但是温度上详细的变化呢 我们刚刚也提醒到了 等一下呢 就是会交给我们这个阿伟 来展现一下它现场播报气象的功力哦 把时间交给阿伟 哈啰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气爆 不是 气温主播阿伟 没错 我决定今天用跳程的方程 跟大家见面 今天北部的温度是15到19度 跟昨天感受差不多 但是呢 我觉得我今天的鼻涕 比流的比昨天更多 中部的温度到14到25度 嘉义呢 在清晨还是有辐射冷 最消息的影响 早上是非常的人哦 所以呢 这跳程要跳久一点 但跳久还是蛮累的哦 休息一下 但是中午呢受到阳光加热的影响呢 回忍速度非常的快 那南部地区呢 中午就更热啊 可能会来到27度 所以这个温度呢 哇 让台北人是非常的羡慕哦 东半部呢 今天是非常明显的湿冷 特别是宜蘭地区 清晨呢 只有14到15度 所以要去武士港冲浪的朋友 好不好 多穿一点 好 好 谢谢阿伟 贴心的丁尼 来 来到这边 好了 我看得出来 你很认真想要告诉大家 天气上面的重点 总而言之啊 今天东半部还是湿湿冷冷的哦 只有1415度 还是要多穿一点点 而且最好 赶快动起来好不好 那么在动起来的同时 我想到了 你刚刚说你有看年代新闻 对不对 对 那你有没有看到呢 就是在昨天啊 这个威廉跟瑶瑶 确实他们呢 确实是有在公园运动哦 基本上是跑步 或许是路过 但详细情形我不太清楚 对 不过你也知道 威廉真的人比较喜欢跑步吗 我们这个团体都喜欢健身 所以跑到哪都不知道 对啦 其实大家对于这个 你家在哪里 要不要跟大家讲 威廉我会跑过去 好啦 大家就不要琢磨在 绯闻的情况上面 其实大家就把重点摆在说 其实大家约一约出来 早上运动真的是一个 非常不错的选择 好 今天非常谢谢阿伟 那我们接下来 再把时间交给彭内主播 彭内主播 好 明确天气冷冷 我看这个郁文跟阿伟的现场 好卖力还跳绳抱气 像的确这么冷的天 冻一点